你一定想不到 一个面馆 因他的两个孩子活了起来 因为他的儿子能把面团直接吹成一个大大的气球 路过的人看到后都觉得十分的稀奇 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纷纷叫好 同时也夸他们是一个天才 当他把一个发酵好的面团拿到手中后 儿子便拿起面团放在嘴边吹了起来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把面团吹成了一个大大的气球 为了能够看出他的面特别有韧性 他们拿起了黄瓜片和头菜 放在面上来进行切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用面团吹出来的气球竟然没有破掉 其实这只是他们一小部分的才艺 更加神奇的是 他们能把一根面不断掉的同时扔到锅里面 看着他熟练的手法 全身舞动起来的同时 还能够准确地把面轻松地甩入到锅里 让人看了都想要拜师学艺 简直就是太厉害了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 就拥有如此的天生绝技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练就出来的才艺 就连从业五六十年的老师傅 都不敢做这些事情 他拿起手中的面挥舞着 为了防止面粘连在案板上 于是就在案板上撒了一些面 此刻的面在他手中游刃有余 缠绕了几圈之后 慢慢地就成为了特别细的面条 为了展现他的功底 于是拿出了一根针 没有想到的是这根面竟然能穿入针中 而且不只是一根面条能穿进去 一下子穿了将近四到五根 试问一下这种功底练就几年才能成功呢 看到这个成果 他们满足地笑 他们为了今晚的美食也是煞费苦心 做了很多跟面食有关的食物 他们把之前拉着好的面放在一边 又拿出了一些大虾 把虾裹在面条上 这样一道美味的菜肴就横空出色 此刻他们将油烧开 然后把虾放入油中进行烹炸 没有想到酥脆可口 把锅预热之后又倒入了一些凉油 烧开之后 用食品温度计测了一下温度口 然后拿出一个麻团 这个麻团如手掌一般大小 放入手中来回揉搓 然后把麻团放入油中 慢慢的麻团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之前弟弟和哥哥俩用嘴吹的麻团 变性特别的好 炸好之后 用剪刀把麻团剪开 然后炸了一些激流 放入麻团里 又一道美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把锅烧热之后 倒入洗好的海鲜 大火进行翻炒 再放入一些青菜 以及一瓶牛奶 让人看了直流口水 他们最后也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一根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甩入锅中 随后不久 面便熟了 然后捞出 用水投凉 放入碗中再倒入海鲜汤汁 弟弟喜欢扯面 扯面的时候也十分地有节奏 他享受这个过程 弟弟在那扯面 哥哥在厨房里切面 两个人搭配起来干活也是有模有样的 就连路过的路人都投出羡慕的眼光 认为神童永远都是别人家的 自己家的孩子还在家中嗷嗷待不 或者等待着父母违反 但是这两位神童已经能够出门自视其力 门心自问一下自己谁不想拥有这样的宝宝